身穿短袖绿色格子衬衫 坐在立法院一场内 频频看手机 政务委员张景森 相较其他人身上真的凉快许多 为了节点他花招百出 13号甚至说出 百货公司下午2点到5点 人潮少应该调节营业时间 被解读为百货公司应该要午休 不管怎么样这个讲法 基本上还是说是不正确的 应该是利用 就是先锋时间用电的时候 应该是尽量多鼓励大家 到公共场所 在家里面电应该少用 新政院长林全毫不客气 直接打脸张景森脸种种的 百货公司午休的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研究的方案 不会是正式实施吧 不是我们的节点措施里面的 要做的 凭节点不让新政府有缺电危机 张景森电子虽然不少 却获取争议 但以目前核一厂一号机 核二厂二号机 几乎没有机会加入发电的局面 今年夏天会不会限电 也是新政府的一大挑战 现在没有说所有的核电电厂 依次停下来 我们是2025非核家园 2025也是我们希望做的 没有核电电厂 没把话说死 林魁保留一切可能性 电的问题再找不出对策 最后被电的恐怕还是自己 谢谢台北报道